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误或品牌 也是口耳相传的行为或人推荐您的品牌或产品 因为他或他将产品推荐给您 使该产品可靠性提升 您就会优先想买它 那WAM跟推荐营销有什么不同 无论您是什么类型的业务或拥有什么产品 都需要吸引更多人关注它 并且引起轰动 无论您是牙科诊所还是医美诊所 电子商务网店 线上业务服务 与人互动越多 您的名字传播的可能性就越大 将口碑广告视为滚雪球效应 您可从社群环境开始 像是在Facebook发表动态贴文 或Instagram发布现实动态 微博发帖 今日投票和抖音发短视频 等 然后将这些信息转为广告投放 让更多人广为传播 这就是品牌知名度如何提升的关键 而推荐营销是一种针对特定人群的营销 目的是鼓励他们推荐朋友 也是WAM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您可以为产品设定优惠代码 再由朋友转发 只要透过朋友群来的客人 就有此优惠代码 享有商品折扣 这就是推荐式行销 为什么WAM口碑营销很重要 随助互联网盛行 社群媒体和及时通讯随助增长 也让病毒式信息变得更明显 同时也被许多人共享 评论和评价 在口碑营销本质上 信任和可靠 人们信任他人 从中获得品牌与产品资讯 这意味着当他们从朋友或消费者那里 听到有关产品或品牌消息时 他们更有可能购买 消费者信任他们的朋友 这就是口碑营销价值的原因 一个人会告诉另一个人 而那个人会告诉其他人 然后那个人继续传播 客户评论是如何影响口碑 您的客户消费者给予评论 是证明了您的品牌产品信任度和价值提升 好的客户体验能促进人们交流 当他们愿意讨论您的产品时 您的在线生育就会增加 并且接触的渠道也会随之广大 这是因为他们都会到评论网站 或是我的商家 电商网店 留下评价和评论 当其他人在搜寻您的品牌或产品时 就会看到您的顾客所留下的评价与评论 以增进购买意愿 而评论导致了口耳相传原理 怎么做好口碑营销 与客户消费者保持联系 当然您可以透过数百万粉丝网红或名人 但是想要真正的有效推动口碑营销 您必须了解您的受众倾向和行为 这样才能提升您的业绩销售 您需要真正有兴趣的粉丝和关注者支持者 您的粉丝互动力越高 他们分享您的品牌或产品可能性越大 通过口耳相传的信息传递它们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WARM策略 口碑营销不只有推荐的方式 您还可以考虑合作伙伴计划 影响者计划 会员营销甚至评论 但是无论您选择哪种口碑渠道 都需要制定策略并衡量口碑营销投资报酬率 以下是口碑营销一些策略 一 使自己品牌产品更有吸引力 使用专属于自己的交易方式 像是提供提货券 移评卡 现金券 这样可以使您引人入胜 二 提示并触发他们行动 尝试从客户消费者角度看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因为有您的品牌产品能获得帮助 三 为消费者提供价值 如果您提供优质产品或顶尖客户服务 那么会增加客户消费者对您品牌或产品印象 四 创造情感 客户和消费者对您的品牌或产品产生情感并做出反应 比方说您可以为品牌拍摄纪录片 以获得更多人对您品牌好感 又或者您可以拍产品研发的心理 从人的需求中给了我灵感 因为有了这产品 可以帮助到更多人 结论 很多口碑行销公司都是利用KOL或论坛来进行口碑炒作 虽然有了数据可参考 但并没有为正在进行试验证口碑成效预测 这就是口碑营销的致命伤 因为您对不住消费者的胃 您必须是水温观察追踪 来降低您口碑营销风险 达到最佳期望效果 这才是一个好的口碑营销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